大家好!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阿斯布盤點了利物浦今下未有成功的中場隱瞞嘗試 報道說到 紅軍曾開出1億英鎊報價求扣紐卡素的 班奴基馬雷斯,但被喜著拒絕 報道提到了摩西斯卡瑟道和伊德連達迪 紅軍和這兩人在下季期間有諸多的報道 摩西斯卡瑟道最終從百里到不轉投了車仔 而庫明尼斯則不願意在賽季中途出售他們的主力中場 球會主席之前已經表示與利物浦溝通過 可以等到年底巴格賽季結束時再談判 有趣的是,阿斯布盤提到了班奴基馬雷斯 報道表示,利物浦今下曾開出1億英鎊報價求扣這位巴西中場 但遭到紐卡素堅定的拒絕 紐卡素在事隔20年後再次撒入歐冠聯賽場 球會在中東金主的資助下無需賣人盈利 因此能夠留住他們的主力球員 多謝偷聽,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 下載M直播APP 隨時隨地有波體